还有个能不能干怎么干 给刚开始做TK 还有没有入局的TK 或者说做了几个月 TK比较迷茫的小伙伴 一个建议 TK现在发展至今的话 已经很多年了 想在这上面挣钱的话 一定要跟着TK政策走 4月15号今天接到一个通知 也需要把这个产品 发到国内的仓库 为了保证后期的一个整体服务 物流时效等等 其实走的路线的话 慢慢会向亚马逊去靠路 但是现在都真正能做的市场 特别适合小白市的话 一定是东南亚市场 英国欧美这些地区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基础的话 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现在欧美很多是靠这个直播去搞的 东南亚现在情况是 不管从短视频或者做直播的话 如果说你的供应链找的不错的话 你可以直接带人家的本土店铺 去拿佣金就可以了 不管说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只要好多一定会有产出的 东南亚的市场是一定能让你找到一个安慰的地方 不至于说放弃那么快 所以说起步的小伙伴不妨去试一下东南亚市场 包括我最近的话也在去找东南亚的一些货盘 后期的话也会去对接了 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帮助 所以说一定要抓住 一定要跟着流量的端口去走 这样的话不至于说那么累 这是我给很多做TV小伙伴的一些建议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给大家看